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之Face Show,我是企哥 今年78歲的美國總統拜登上星期五搭空軍一號出現了一幕連撲三次的奇景 正所謂年紀大,骨頭脆,令人擔心美國未back,拜登的膝蓋才crack 相比起拜老頭的健康狀況,美國海軍這期又再發放一些圖片 展示在這個月14至20號期間派著日本的神盾驅逐艦麥愛恩號、本福德號和佩拉爾塔號 在菲律賓海展開包括發射艦炮和防空導彈的實彈射擊演習 被指向中國展示實力,都是小疑科 第一來,美國佬在西太平洋南海玩武嚇這一招用到藍色 二來,經過了中美在阿拉斯加的會談 這麼有火藥味濃的一役 依然未見美國佬有什麼獨身訂做的跟進工作 唉,保心找人煮一些伏神天竺王 總之訂金茶額給他們喝一下 雖然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在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之後 夜行人吹哨子自我壯膽一番 形容中方在會上的表現是向中國人做show 事實是,中方在會上兜口兜面刺美國佬一句 美國佬有資格居高臨下跟中國說話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卓爾陽百幾年前,喜歡踢中國人的美國佬 多能打個凸 甚至連伏三次 憂心出現佛樂依德式口誤 鬼禁學問快快出去出去讓個位 比何錦麗坐正好過啦 你說不是嗎? 美方救僵的神祖忽咒而去 還空跟你談足三回合 就好像三個多月前那樣 聯合國大會談2021年度預算和2019年 和南韓傾軍費問題 美方要求南韓將每年承擔的費用大幅增加到50億美元 但韓方說NO 美國都是一摸Like馬上跟你拜拜你的尾巴 就像今次那樣 MISS他騙我,發疑了這麼久 九年底又談過這麼搞笑 不要忘記 拜登早派才形容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殺手 報道還說 普京邀請拜登做視像辯論 白宮騷擾個冷屁股 總統好忙,不要住不要談了 美國佬只有想談和不想談 是沒有好客不好客,禮貌不禮貌 這點擔心的 當然啦 美國佬根本是眾人皆醒 他獨罪 死攬著一個圍堵中國的老孫盤坊 自己拿來魚 嘻 我說不好聽 美國幾乎想拉攏整個亞洲孤立中國 嘻 先不說日本對美國 動了油,鼓了公 而台灣 玩玩手 美國老話根據性 可以有免費Pizza食 台灣分分鐘計壽司狂熱之後 再出現另一個改名潮 一點點不奇怪 不過韓國難得保持清醒 事關在美韓2加2會談之後 韓方拒絕選邊站 還說明是中美之間不可能二選一 當然啦 美國佬說要加5倍軍費就5倍軍費 今天說要加50億美金 明天說要加100億 慘,加保護費 再說 回南韓的立場本身看 看美國之底去中國化 嘻 嘻 大家不要忘記 應該很記得 特朗普做美國總統過期 有什麼特金會 又不是金會 兩韓統一的憧憬 在2018年的南韓都歇過一段時間 但就像葉敏上映過期 很多人都對詠春產生興趣感 南韓在2019年的民調就說 認為不應該統一的受訪者上升超過10個百分點 英國作家Tim Marshall 在他本著作分析過 南北韓統一絕大部分的經濟成本將由南韓承擔 龐大開銷比德國的重新統一 有過之而無不及 Tim Marshall 還說 開發北韓的工程幾乎從零開始 所需的成本將抑制 整個朝鮮半島經濟達到十年之久 美國現在只是拜登打式 難保何時爆特朗普出來 南韓人會不會報日本仔廣場協議 失去的20年後塵 來過經濟折墮的十年 這些貴客治理 總之叫交軍費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分析過 中國不希望看到南北韓通過戰爭 還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 理由是中國人把北韓視為緩衝國 兩韓一旦統一 美軍就有可能獲准前往中韓邊境的鴨六缸 李光耀坦然 中國人極不願意看到美軍在自家門前徘徊 即使美國人同意在南北韓統一後撤出半島 中國仍然不會把統一視為好消息 凡此種種 解釋了南韓不願意做美國隻棋 拒絕壓住在美方身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以國際秩序說事 但正如一本否釋美國世界秩序的著作所說 美國的單極世界秩序已經終結 取而代之而起的是符合世界新秩序 時代不同了 美國根本再沒有資格 任何有質量的民族 繼續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說說話 因為現在是個團隊要你跪 至少連續跪三次 好,大家對今集節目內容有什麼看法 是LIKE搞錯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